弟子给师父请安 师父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你开示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童修的儿子今年21岁 他今年7月底和两个朋友去泰国海边游玩 结果被海浪冲走溺水身亡了 才21岁 所以非常的无常 然后三个孩子好像全部都死亡了 然后童修听到这个噩耗 非常的伤心悲痛欲绝 然后他也非常的后悔自己三年没有精进修持 也没有功德避孕到孩子 那其实呢在孩子出世之前呢 他已经梦到孩子被红水捐走 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 也没有眼睛发解 看见吗 是的 人就是不到 人家说不见 棺材不掉泪 是的 他也是感觉到人生无常 他一个人离异 把孩子带大 孩子才21岁 刚才工作就走了 所以他也很苦 然后孩子出世音之后呢 他也许愿吃了全树 许愿给孩子送一千张小房子 然后童修呢也非常的热心 帮助他设了火台 然后也给他那个 记忆他的几家小房子 记忆了三百多张 然后前两天他梦见孩子回来了 比活着的时候更加漂亮和年轻 然后他见到他儿子呢 非常的开心 他儿子呢让他好好念经 他儿子然后没跟他多说话 就回房间睡觉 然后回头呢给他说了一句话 打悲咒 他儿子呢生前也读过经 但是读的不多 主要是念大悲咒 他呢有个疑问 他儿子好好地读的话 就不会走掉了 是的呀 所以就是这个节到了 他就这样走掉了 他呢有这个同学 有这个疑问 就是想请问师父 他这个梦中 是不是提醒他 儿子能量不够 要多念大悲咒 然后还要多念小房子 现在应该是在下面很干净的地方 没有醉的地方 但是已经下去了 很苦啊 是吧 像他这种被水卷走的 这种溺水身亡呢 是在地府还是在那个 王石城的这种 当然下面 王石城 王石城啊 不应该是 那这个梦境是 是的呀 他儿子这么小 其实很可惜的 我问你 这个这个巴塞罗那 恐怖袭击 13个人撞死 100多人受伤 你说这13人都应该死的 冤魂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师父 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看到了吗 现在世界太不稳定了 报处的是这种 这个还不去讲了 还有呢 还有你看看看 那个那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了 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现在的人呢 都不要命了 真的 真的 要 对的 现在真的末法时期 众生真的是 呃 他命太多 太太 太深了 阿拉伯又有一个王子 23岁就死了 看见吗 上次一个33岁 这是23岁 现在知道了吗 有钱买得了生命吗 啊 买不了 生命是最宝贵的 是最宝费的 是最宝费的